12元一斤海鮮 加入姜葱 黃酒 一包鹽焗雞粉 蓋好蓋 一滴水都不用下 大火煮三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煮鹽焗海鮮 保留到原汁原味的關鍵 有好多人買梅頭肉回來 都不知怎樣做 我今天這個做法你肯定未見過 而且還非常好吃 12元一斤梅花肉 切成四四方方的肉粒 接著給點鹽 生抽 黃酒 三分和蛋白 用我的女人手攪勻它 醃它十分鐘 三成油溫倒入豬肉 這樣肉會嫩一點 又不會黏一塊 等到它表面有少少焦 就可以撈起 將洋蔥爆香 倒入豬肉 好吃的關鍵就是這隻燒烤料 小朋友吃辣 大人吃不辣 兜勻它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肉串更好吃的燒烤店 記得好好收藏 雜菇南瓜 不要只拿來炒 教你做一個酥炸天婦羅 真是好吃到停不了口 先倒入小酥肉粉 給點鹽和清水 攪成糊狀 之後再加入生油 這樣炸出來會鬆脆很多 將雜菌 淋上脆漿 六成油溫 細火炸 微粒用鮮椒做菜 只想你幾位這個小鮮� 謝謝 當炸到金黃色 就可以撈起了 這麼好吃的蔬菜 你給我一隻牛鵝 我都不肯換了 有時不知道吃什麼 做一個素食 非常健康好味 將煎熟了的雞蛋 快刀斬暖馬切開 熱油 將薑蔥蒜爆香 倒入雜菌 炒出香味 接著加入煎好的雞蛋 和青紅椒 調味我們給點鹽 糖 山抽 蠔油 三粉 大火兜它九秒九下 這樣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吃了飯 有氣力的話 麻煩幫我點個讚 先走了 多謝 幾個女兒終於開學了 每早上我都會做這個營養早餐給她們吃 首先用兩杯的腸粉專用粉 加入三杯清水 攪勻它 就可以做十幾條腸粉出來 再配搭自己喜歡的配料 再用大火蒸它分幾鐘 再淋上上次我教大家做的腸粉豉油 這樣就可以了